西汉彩灰桃顶 西汉彩灰色的咸纹两道和波状文一道 纹饰对称排列 充分展示了汉代装饰艺术的多彩变化 藏品名称 汉彩绘桃顶 藏品背景 桃顶 新石器时期出现的吹气 用于主食物 一般为袈裟桃 气形大多为圆形 深腹 环底或平底 有圆柱形或扁片形三足 有的有双耳 带盖 商周青铜顶成为理智重器 桃顶地位随之提高 也有理智意义 战国制汉代出现 千佑桃顶和彩绘桃顶 多做名气 汉代以后消失 藏品鉴赏 这是一件汉代彩绘桃顶 高20厘米 是一件圆形带盖的三足顶 双耳裂低于顶盖 耳中有孔 整个顶比例匀称 制作考究 顶盖上彩绘极为严谨 三朵黑红白交汇的云纹 把整个顶盖均匀地分割成了三个部分 俯瞰时 就仿佛三云以顶中心流动 顶中部依旧是三色环绕一周 色彩交汇处界线分明 宽窄不一 延续了顶盖的风格 严谨而不死板 旗下的三足顶级为特别 三足上均有人面符纹 面容清晰 写实性很强 再适以黑色 整体的威严感十足 顶身与顶盖的子母扣 严丝合缝 下方的三足稳如磐石 可见当时工匠的严谨精神 其上的云纹 与其下的人面足是此顶最重要的文化符号 也是湛汉时期殡葬官的侧面体现 秦汉时期是彩绘陶发展的繁荣时期 在这一时期发现的彩绘陶器 多以弧、豆、盘、顶、尊等造型 大部分通体彩绘 文式复杂 彩绘陶器也为后世彩绘瓷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管藏的这件彩绘陶顶保存完好 制作精良 图案色泽艳丽 是研究汉代工艺美术史的珍贵实物材料 同时此顶为科学发掘 时代确切 也是研究西汉风俗的重要依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